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乙之四邊形AECDR 兩對角線AC跟VD交予歐典 他說現在有四個人的選項 假的話 他是說ACR 跟VD是互相垂直 然後乙的話 他說ACR 跟這個VD是相等的 然後這個丙 丙的話 他是說 AO等於這個CO 然後BO 等於多少 DO 好 那麼他是問說 要使這個四邊形ABCD 成為這個長方形 那則至少需要從上面 從這上面 挑出哪些條件 我們知道說正方形有什麼特色 第二個特色就是說 他是平以四邊形 所以兩對角線一定互相平分 如果兩對角線互相平分的話 那麼他就是一個平以四邊形 如果再加一個條件 兩對角線相等的話 那麼他就是長方形 所以你就找那個 兩對角線互相平分 跟兩對角線相等就可以了 所以應該選 乙跟比 這是兩對角線互相平分 這兩對角線相等 乙跟比就可以了 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A7 跟VD垂直 這個東西的話 如果你再加進去的話 就變成正方形 那他是說長方形 所以這個不是必要的 你這三個 通通加進去的話 他就會變成一個正方形 所以這一題 答案的話 應該要選多少 選這個D D的話 D的話就選乙跟比 選乙跟比 那我們再來看看這個第二小題 這裡有兩小題 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 你剛說要使這個四邊形 ABCD成為菱形 你要讓它成為菱形的話 那不知道那個菱形要需要什麼條件 菱形的話 第一個他是平易四邊形 所以兩對角線互相平分 那第二個的話 他要互相垂直 互相垂直的話 是真形的條件 如果呢 他是這個平易四邊形 而且他又有真形的特徵的話 他就會是一個菱形 所以的話 這個是 ABCDR 所以你就選 AC跟BD垂直 而且 這兩個對角線互相評分的 就選一 選那個甲跟柄 選甲跟柄 選甲跟柄 那菱形的話 對角線不一定相等 所以答案是選 這個甲跟柄 所以第二小題的話 這個是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選D 第二小題的話 選甲跟柄 第二小題的話 應該要選C C的話 就是甲跟柄 和柄 一段小題 一段小題 選擇